公子夕 公子夕 王后 公子夕 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如果大王死了 请你把我也杀了 为何 我要和大王共赴皇权 王后当真 我是大王之妻 他穷困的时候我跟着他 虽然他把我们母子抛在邯郸六年 我心里埋怨他 可是这六年里 我没有一日 不想着他念着他 想着他握着我的手 跟我说那些提及的情话 给我憧憬以后的好日子 虽然那时候我听着像梦话一般 可是 可是我每每看着他认真的样子 我就觉得 这个男人真可爱 起来说话 后来他当了太子 他变得更不快乐 他变得更不快乐 我发现这个男人不快乐 他整日提心吊胆 无论我怎样哄他逗他 他再也没有露出过寒丹时的笑容 我让你把他的大人做成的很快乐 当时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变了 后来他当了王 他变得更不快乐 饭也吃不下 脚也睡不着 白日与臣子商议国事 晚上还要看奏章到深夜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可就算这样 他还是小心翼翼 丝毫不敢懈怠 我明白了 他是为了保住王位 是王位让他不快乐 王位让他生病 如今这个王位 还要让他死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有一日我的正儿当了王 会不会 笑容也从他的脸上消失 他会不会 是 也忙得生病 忙得没有时间再来看我这个阿木 有时候我又想 这王位到底又甚好 就连你公子夕 也是一个一心想当王的人 你以为当了王 你就能快乐吗 男人的想法女人不会懂的 好 公子夕我祝你遂心如愿 我祝你得到你梦寐以求的王位 可是我希望 当你尝够了权力的滋味的时候 不要像大王那样不快乐 不要让你身边的女人不快乐 我说的太多了 对于公子夕这样一个 一心想当王的人来说 这些话又有甚有 你杀了我吧 是 够了 王后一番话感人之事 让银夕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其实在这个世上除了做王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要让你亲眼看见你的儿子 做王 做我大秦的王 跟我走 我现在就带你去救大王 哭 厭 公子 如果公子所料 龚城周围都被吸引到丞相这边了 放 太后 杨泉军快顶不住了 眼下只有最后一条路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是大王起店 出去 把韩夫人给我带出去 诺 走 不许碰我 放开我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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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生儿 快 救你母后 大王 快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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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伯父 快岁父王和我去广场 不然张潭公会血流成河 诺 跟我走 走 你等再敢上前一半 我就不客气了 我等要面将大王 快救我 公奴手准备 伍武 银兵 五 五 五 六 五 五 一 快走 王家在此 持人者杀 王家在此